你在附近住吗 我来 我 我来 你收好病吗 明天要一起吃饭吗 难道 明天还请这男的吃饭 你管得着吗你 自从昨天和那个男孩约定好 孙轩就一直期待 今天晚上的见面 就让一直专心致志的他 都无法安心工作 他必须想着 今天一定要做到那首菜 他该不会是忘了吧 你知道吗 我搬来这里五年了 我的厨房第一次开户 虽然只见过几次面 但是孙轩却对这个男生有说不完的话 孙轩决定 今天要做一道自己从小爱吃的菜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家做的红烧肉 你知道吗 我家做的红烧肉 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我家做的红烧肉是家老椰子 再放一点点老抽 再放一点生抽 然后慢慢地炖 然后那老椰子的香味 感觉出来 特别特别香 要不然我来 我家做的红烧肉 开动了 没想到 这个男生居然还挺会做饭的 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好像 但是 他好像什么都没吃过的样子 好吃吗 是 然而 让孙轩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陪他吃了三顿饭的男生 竟然是来索命的 时空巡查师 到底是蹄花汤呢 还是葱烧海参呢 感觉都很好吃的样子 谁家约会吃葱烧海参 你不要破坏我故事的美感好不好 好 孙轩想到出神 同事几次喊他 他都没听见 轩姐 资料坑发你了 你看一下 轩姐 好好好 肯定是他恋爱了 不可能了 什么家里出事了 不能吗 我看着脸色挺好的 我看着脸色挺好的 你们知道哪一家铁花汤最好喝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明明自己是一个很怕麻烦 也很不爱跟别人说话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遇到那种似曾相识的温暖 就是放不下 哪怕那个人一言不发 你却什么都知道 已经放不下吗 哪装 Mhm 混ão ń 还这么长一笑 你会不会脸吧 我讲一笑 你 gat我看着脸 были 脸ryn 家大铁富装 很骗人 滑脸 我累死了 鱼花湯还是自己做的最好 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可以了 明天可以交 嗯 对吧 我觉得行 所以我觉得 要不然你再加个班吧 实在都行 嗯 加班 大家就辛苦了 没事 早点回家 好 注意安全 下班了 没事就回家 我说什么来着 恋爱是谁 走快 走吧 今天是个好 等等我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 我说我 在什么 我好 我不慎 我以为 你 你 我 是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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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谁规定时空巡查师 不能回说话的 什么 时空巡查师 时空巡查师 是实现管理局的一个职务 所以我要死了 的确 其实一开始我来 是带着任务来的 只是这个任务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他们通知我 你是我的寄人者 什么 什么 时空巡查师继续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 从即将要死去的人中 选择一个新人 来继续这份工作 但是你放心 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今天只是来给你告别的 其实一开始我是高兴的 好好看 时空巡查师知道 他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自从他知道了 孙軒是他的寄人者 时空巡查师 disciples 每天都在等待 这一刻的到来 但是当她发现 孙轩是跟她一样孤独的人 她谦谦的 不愿意再让孙轩 去承受这份孤独 她能做的 只是陪伴和等待 时间已久 我竟然冒出了想好好陪陪你 哪怕是期天以后的想法 怎么越来越不懂 我不是在做梦吧 那就当成是一场梦吧 你做的菜很好吃 谢谢你 这段时间我很开心 这段时间我很开心 她终于鼓起勇气 紧紧抱住了孙轩 心里默默地说道